因為來臺二十年開電腦公司 美籍老闆去年在北市一家意大利料理店用餐 他不滿自己被量太久 沒有人上前招呼 所以上網留了一息負貧 店家立即反擊在臉書上 公布當時的監視畫面 說客人評論造假 在疫情期間還不肯帶苦照 雙方就從網路上站到了法院 店家輸了 因為法官認為餐廳用文字反駁就可以 不需要公開客人影像 網路公審的舉動 侵犯了肖像權還有隱私權 判賠四萬塊 這位在內湖開電腦公司的美國老闆 阿薩蒂有意大利協同 去年四月想找家鄉味 去一家義式餐廳用餐 結果很不愉快 沒吃就走 沒有水 沒有飯 沒有什麼 我坐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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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著 我終於搶了我的手 所以她來到桌子 我說 我們已經坐在這裡 已經15分鐘了 你知道她回答什麼嗎 她說 你想要訂嗎 我好像很驚訝 覺得坐太久沒被招呼 她上網留 一心扶貧 沒想到 餐廳將阿薩蒂進出的監視畫面 公布臉書 要證明客人只等6分鐘 沒15分鐘那麼久 回擊這個一心扶貧 是假評論 要同行小心 這客人故意刁難 還罵她 當時疫情嚴峻 卻不戴口罩 阿薩蒂對於店家 公布她名字跟影像 非常不滿 他提告求償100萬 法官認為公開姓名部分 因為阿薩蒂發表負評 以自曝身份 店家不用賠 但PO出監視畫面和客人生活照 侵犯肖像權 隱私權要賠2萬 違法利用個資賠1萬 把客人臉書大頭照拿來用 侵犯重製權也賠1萬 總計判賠4萬元 拜訴的議事餐廳還是堅持 公開客人畫面只為自保 不過這被法官打臉 即是想檢舉客人 違反防疫規定 應該找相關單位 網路公審不可取 記者劉松林五上線 太陽報導 麻糯 Beauches 電池 感谢观看